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甲哥地铁首辆批辆车顺利交付用户 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出口发达国家最大地铁车辆项目正式进入批辆交付阶段 这已经不是中国地铁第一次出口美国了 早在2019年中国中车集团就为波士顿生产了404节地铁车辆 漂亮的橙色车厢还一度登上美媒头版头条 当地居民对中国地铁热情高涨 有媒体甚至评价这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车辆 但是你敢相信吗 为了抵制中国 美国议员竟然公开表示 中国制造的地铁内藏有间谍监控软件 可以轻松获取美国的国家机密 甚至还可以控制列车制造事故 所以必须要进购 这天方夜谭的脑洞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炒作 好在停工作美拒绝中国后 美国华盛顿特区 由日本川崎重工制造的列车 在一天之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地铁脱轨事故 再结合最近中国地铁交付芝加哥的新闻 这何尝不是一种打脸 所以本期影片小编就借着这次交付和事故 来聊一聊当初美国国会禁止华盛顿购买中车集团列车的事 以及为什么会有人说中国地铁上藏有间谍设备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一下 本次地铁交付的基本情况和最新技术 据小编查证 中车四方于2016年在国际招标中 成功中标芝加哥交通局7000系地铁车辆项目 这是芝加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轨道车辆采购 也创下了中国企业出口发达国家地铁车辆数量最多的记录 中车四方相关技术人员介绍说 该车采用多项乘客便利设施和新技术 使其成为了当地最现代化的轨道车辆之一 该车优化了主动悬挂系统 使用新型超声波智能传感技术 车辆可以自动探测站台高度 并根据不同站台高度 自动调节车厢地板高度 实现乘客无障碍上下车 同时车辆升级了乘客服务系统 客室双面LCD显示屏 实现动态地图播报 并设置专门的视觉与声音指示功能 方便听障和视力障碍人士乘车 特别是出色的运行平稳性 和大幅提升乘客乘坐体验 据介绍 该车首次采用实时以太网控制系统 网络传输及数据处理能力更强 提升了故障诊断和运用维护的智能化水平 车辆防火达到美国标准 在超原载荷条件下 地板结构可耐火30分钟 车体采用区域定制载荷策略 开发了新型吸能结构 耐撞性能同样达到美国标准 此外 该车采用了系列针对性设计 能够适应负32摄氏度高寒和雪暴等极端天气条件 同时具备正线25米超小半径通过能力 和千分之四十大坡道满载救援功能 能更好的满足芝加哥当地复杂的线路运营环境 据悉芝加哥地铁车辆项目启动后 中车四方在芝加哥南部建设了轨道车辆组装工厂 负责7000系车辆的总组装制造 按照计划 该项目受PP辆车交付8辆 后期将陆续根据用户运营需求进行P辆制造和交付 这些新的7000系车辆交付后 将在芝加哥的8条地铁线路上投入载客运营 为当地市民提供更高品质的交通运输服务 此前该项目全部十辆原型车已于2020年完成制造交付 并于2021年4月起在芝加哥地铁线路上开展载客运营试验 对车辆的安全性、可靠性、乘客体验等综合性能进行了全面考核 车辆运营状态良好并赢得用户的认可 中国列车是在2014年进入美国市场的 而第一个购买中国列车的城市是波士顿 在此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内 中国列车又进入了芝加哥、洛杉矶、费城等许多大城市 然而在过去这些年 中国列车始终进入不了华盛顿 一直到现在 中国列车占领的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环华盛顿包围圈 可谓在华盛顿周边四年开花 唯有华盛顿仍是一片空白 那为什么中国列车一直进不了华盛顿呢 是我们的车品质不好吗 还是价钱太贵 显然意见并不是 否则中国列车也不会进入那么多美国大城市 其实我们中国列车相比日本、加拿大等国制造的列车 不管是在价格上还是在品质上都有着很大的优势 所以才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占领美国那么多市场 而中国列车之所以一直难以进入华盛顿 最大的阻力就在于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的阻挠 过去中国列车进入其他城市时也都遭到了阻挠 但是在这些城市都没有华盛顿那么严重 那么为什么华盛顿会和其他城市不一样呢 看到这里应该有人已经猜到 华盛顿之所以特殊 因为它是美国的首都 过去为了阻止中国列车进入美国 一些别有居心的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 散布各种留言 比如他们说中国列车里的监控摄像头 藏有中国的恶意软件 可以人脸识别进入车厢的乘客 把他们的影像传到中国的情报机构 他们还说中国列车上的传感器 装有秘密的录音器 可以把乘客的谈话给记录下来 还有地铁的控制系统也装了后门 可以用来控制列车速度 制造撞车事故等等 反正是用各种方法诋毁抹黑中国的列车 而这些对于其他城市或许关系还不是很大 但是华盛顿可是美国首都 是美国的政治中心 每天都有许多联邦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 乘坐地铁上下班 按照那些人的说法 中国列车的监控摄像头 可以识别这些官员 还可以通过传感器记录他们的谈话 获取美国的国家机密 甚至还可以控制列车制造事故 暗杀美国重要官员 所以必须加以抵制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言论纯粹是胡扯 中车集团方面也做出过澄清 说虽然列车是中车制造的 但按照美国相关政策规定 组装都是在美国工厂完成的 需要经过各种严格的审查和检查 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上面做什么手脚 而且中车美国工厂里的当地雇员 在接受采访时也都表示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自己正在建造间谍车辆 一名负责在列车内部安装线缆的电工说 我没见过任何秘密线缆 在这个到处都是手机和电脑的世界里 我认为有更容易获取信息的方法 但是我们不信 不等于美国人也都不信 就像过去有人污蔑中国出口 美国的口罩藏有窃听器 都有许多美国人深信不疑 要对中国口罩进行抵制 因此也有很多美国人相信 中国制造的列车真的是所谓的间谍列车 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 而华盛顿是民感所在 所以必须加以抵制 当然了民间的抵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的阻力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其实也不大会相信那些谣言 但在他们眼里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甚至是美国的威胁 所以就算中国的列车更便宜品质更好 他们也更愿意买日本 加拿大这些美国小弟或盟友的列车 所以他们也乐意看到美国民众抵制中国的列车 甚至还亲自上阵进行抵制 比如在2019年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上 美国四名参议院就曾联名致信 华盛顿地铁公司要求该企业在购买中国地铁车枪前 必须获得美国国防部的批准 对于美国政府插手企业内部工作的可耻行为 华盛顿地铁公司董事长也并不客气 如果政府希望我们买更贵的 那么请为我们补气差价 但现在联邦政府一毛不拔 请众议员替我们催一催 不得不说这一次汇队太漂亮了 美国公司购买中国地铁车辆 与美国国防有何干 为什么民间的贸易活动需要国防部批准 兴许在美国政客的眼中 一切有关中国的产品都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但毫无疑问这种关切真可笑 说到底 美国不过是希望借助媒体 使中国威胁论更具影响力 在小编看来 美国有些人似乎患上了恐华症 而且还病得不轻 结合之前的间谍事件 我们再回想一下影片开头的地铁交付 对美国来说 中国制造是不是真香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关于美国抹黑中国的事件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